在中国绵延纵横的江河谱系中 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它就是我们所在的大运河 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 也是最长的人工河流 它是流动的史诗 是浩瀚的巨著 也是中国人智慧与汗水的洁净 不同于中国大部分河流 自西向东的自然流向 大运河则是纵贯南北近三千两百公里 流经了八个省份 贯通了中国五大水系 直到今天 大运河仍然滋养着两岸肥沃的土地 托取着农耕文明 融合着南北产业 运染着丰收色彩 丰收了 沿着运河看丰收 让我们一起从大运河的最南端出发 一路向北成州而上 领略河运繁华的烟火人间 欣赏锦绣安兰的丰收长卷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隋唐大运河通缉渠流过的地方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着淮北大鼓 尝鲜去 沿着运河看丰收 走进安徽淮北 一起出发 隋唐大运河通缉渠 连接黄河和淮河 有1400多年的历史 古老河道 流经安徽省淮北市 隋唐大运河通缉渠流过的地方 京秋十月 隋西县的运河两岸 迎来了喜人的丰收景象 当地人都唱进了淮北大鼓里 您听 这个鱼耳虎啊 小儿跳 还有呢 样肉堂 咱们这就沿着运河 看丰收 寻鲜味去 一二三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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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辛苦了 走给你们加铲 人杰的养殖场 迎来了一场大丰收 工人们捕鱼的方法很特别 他们既不采用拖网的作业方式 也不采用抽干鱼塘捕鱼的办法 在这块近白亩的水面上 人杰选择了一处固定的地方 让工人们提前一天 把网沉到糖底 通过耳料 把鱼吸引到网的上边来 然后迅速齐网 把鱼兜在网里面 马上就有啊 这种捕鱼方式 在当地被称为抬网 我们昨天晚上就把这个网铺下去 然后鱼来吃掉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网抬起来 以后鱼就关在这个网里面了 工人们迅速往上抬网 随着网离水面越来越近 水下的鱼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这时工人们把鱼网的出口 跟事先准备好的移动网箱连接起来 工人们一拉网 鱼就被赶进了移动网箱 使用台网的捕捕方式 这一网就可以捕到大约一万五千金鱼 所有今天捕捕的鱼全部进到鱼排里面了 现在里面有什么鱼 这里面有花莲 草鱼 鲤鱼 鲑鱼 鲑鱼都有 在所有的鱼种里面 人杰最在乎的也是最值钱的是鲑鱼 可是奇怪的是 不到现在 记者却连鲑鱼的影子都没看到 鲑鱼是底层鱼 它全部在沉在底下 还有一个鲑鱼它怕光 它在底下 最后我们在收鱼的时候 把鱼全部捡出来的时候 会把鲑鱼捡出来 小船推着收获满满的移动网箱 慢慢地朝岸边驶去 到了岸边 工人们马不停蹄地进行分解 在这里 鲑鱼才现出了身影 人杰养殖的鲑鱼批发价 就能卖到四十五元一斤 平均每条鲑鱼的价格 在六十五元左右 人杰每年能养出 四十万斤商品鲑鱼 带动周边进百户农户 一起致富 鱼羊为仙 既然是寻仙 那看过了鲑鱼少不了羊 在孙西县 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山羊 以前大伙都嫌弃不想养 现在却成了赚钱的宝贝 鱼羊仙运河美 当地人是如何靠着大运河资源 做大产业迎来丰收的奶 鲁兰水队徐家卫 我们报道 2012年 仁杰的初中同学周伟 在养鱼的过程中资金短缺 仁杰和同学赵潘决定 一起入股 当时周围养殖的是四大家鱼 仁杰觉得四大家鱼缺少特色 他就到处去考察 想找个新项目 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市场上 仁杰遇到了一件新鲜事 活的鲑鱼当时是四十五块钱一斤 我就问了 吃的这个鱼就什么价格 他说这个鱼应该在三十八到四十 所以我就很惊讶 回来以后我就坚定就养鲑鱼 鲑鱼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鱼类 肉质细嫩爽滑 味道鲜美 早在唐朝时期 诗人张志和就写下了 《桃花流水桂鱼肥》的诗句 可见 桂鱼一直在中国饮食文化中 享有美誉度 桂鱼的吃法有很多种 红烧桂鱼鲜美入味 百吃不厌 清蒸桂鱼原汁原味 甜嫩细滑 而在灰菜中 不能不提到臭桂鱼 桂鱼去除内脏 均匀抹上薄盐 一条条马进木桶 一层鱼 一层盐 一层香辛料调味 压上重物 放置在清凉角落 等待一周的发酵 桂鱼中的脂肪和部分蛋白质 在自身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变化 鱼肉中的古氨酸等氨基酸含量提高 同时也产生了刺激性味道的主要来源 饼酸和义饼案 这就是臭桂鱼闻着臭吃着香的原因 烹饪臭桂鱼需浓油赤酱 剥开鱼肉呈现蒜瓣状 鱼肉紧实鲜香异常 任杰计划好了 他养出来的桂鱼一部分卖鲜货 一部分卖给别人加工成臭桂鱼 第一年 任杰饰养了三万位桂鱼 到了八月份 桂鱼的行情把任杰吓了一跳 一框鱼一万多块 一框鱼一万多块 当时那种心情 是现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就是那种笑的就开始 感觉是捂着嘴都不好意思 张开嘴 让别人看 三万位桂鱼就纯赚了一百多万人 人杰一下子尝到了甜头 随西县有深厚的大运河文化 当地建有运河博物馆 还在大运河古仪址边上 修建了运河文化公园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这让任杰看到了大运河带来的商机 游客来了 肯定要吃点本地先 他决定扩大桂鱼的养殖规模 可是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大面积的养鱼场地呢 随西县地处煤矿区 留有煤矿塌陷区 塌陷区内地下水资源丰富 慢慢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塘 这些水塘不就是县城的养鱼场所吗 人杰决定大胆一试 塌陷区的水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但是其实水下大有玄机 我们这个竹竿呢是六米的竹竿 我把它放到水里你看看 看看是什么相关 竹竿是到头了 来 这里你看我来给你量量看这边 你看 这边二边 三米左右 塌陷区底部深浅不一 有的底部深达十几米 有的只有几米深 2017年 任杰很快就吃到了在塌陷区养鱼的苦头 我们拉网就像这个土堆 网就拉不动 然后呢 当网拉过来以后呢 这个鱼呢就掉到沟里面了 那网又不能撑到沟里面 所以说很难捕上的鱼 捕捞率非常低 鲑鱼没有抓干净 慢慢的那些漏网的鲑鱼 普遍长到了三四斤重 甚至还出现十几斤重的鲑鱼 我们的池塘里面最大的 现在出了一条十七斤的 鲑鱼是肉食性鱼类 性情凶猛 只要是体型比它小的鱼类 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猎物 当时留在水塘里的大鲑鱼 把仁杰新放进去的鲑鱼苗吃掉了 等到年底拉网捕鱼的时候 仁杰才发现这个问题 可为是已晚 大鲑鱼就把里面的鱼苗吃掉了 到最后清潭的时候 是一堂水 几乎没有鱼了 仁杰做出了一个 让大家不敢相信的决定 他放出话来 要把他陷区的水抽干 十几台大马力的抽水泵 抽了整整两个半月 才把他陷区的水抽干 抽干后 挖钩鸡进场 把他陷区的底部挖平 同时筑起了土坝 把这个土往上一挪 原来仁杰打算把他陷区 改造成一块一块的标准化鱼塘 仁杰花了五个月时间 才把鱼塘改造好 并顺利投下了鱼苗 就在仁杰期待着一场大丰收时 现实却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把我四套房子都做了银行抵押 就说想打干一场的时候 结果出来的问题 而且是第一年 把所有的积蓄 心血全部投进去后 一下溃疤了 面对的是一片汪洋大海 2018年夏天 连续的大雨过后 鱼塘的堤坝被冲开了一个40米的缺口 压上家产产出来的鲑鱼 眼看就要上市了 结果却顺着缺口跑了 这场大雨让仁杰损失了1500万元 这也成了刻在仁杰心上的一道伤疤 第二年 在同学赵潘的资金支持下 仁杰加固了堤坝 继续养起了鲑鱼 经过支离改造后的鱼塘 让仁杰的养殖大获成功 它最高峰的时候 成品鲑鱼的养殖量达到了50万斤 别看这样养出来的鱼卖价高 但因为池塘面积大 水又深 不适合拖网 捕鱼成了难题 因为超过10米以后 改造出的池塘太深了 它的回復力也就达到30% 就很不错了 想来想去 仁杰有了新思路 他在这片100亩的水面上建了一个平台 每次喂食 他都要求工人们只能在这里投料 定点就定在这个点 定时就是 一个是每天的早上 大概在5点半到6点 傍晚的时候也是在5点半到6点 就我们说来做一时间 到这个时间就来开饭了 我们就来吃饭 鱼养成定点定时进食的习惯后 每次要捕鱼之前 仁杰就在这个投料点下面铺一张网 然后再投料 把鱼吸引过来 颗粒吃料吸引四大家鱼 粉末 料里面的粉尘吸引小鱼 然后鲑鱼吃小鱼 等于全部都吸引过来 对 你看 所以说在定时间去喂的话 它自动就来了 你看 看准时间 工人们迅速抬网 鱼就被兜在网里面 马上就有 只需要五六个人 一次就可以捕到一万五千斤鱼 这样养出来的鲑鱼 怎样才能迅速获得游客的认可呢 其实 仁杰早就想好了 他要请大厨 到运河公园等景点去推广 现场给游客做鲑鱼 今天大厨你把这个鱼烧得非常好 对 主要还是鱼的品质好 铺鼻的香味吸引了不少游客住宿 好香 好香 看着我都流口水了 马上就想吃了 几十年都没吃过这个味道了 你这鱼在卖吗 鱼在我们市场就有 在哪里呀 我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人杰的鲑鱼很受游客喜欢 销路不愁 养殖更有劲 2023年 它的养殖面积达到了两千亩 人杰的鲑鱼很鲜美 接下来 咱们再去看看随西县另一样特色产品 那是当地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山羊 但眼下却是随西林幻谷镇餐饮店里的主角 林幻谷镇仅挨着随唐大运河遗址 自古就山谷云及茶馆林立 传承至今 老虎灶上水壶一字百开 壶身经过岁月洗礼已经漆黑 水沸了扑腾着顶起壶盖 掌柜的手脚麻利抓起一把棒棒茶 一冲而就 鸟鸟茶香吸引了无数茶客 饮茶听戏 棒棒茶其实是一种红茶茶梗 茶客们上午喝完棒棒茶 感觉鸡肠碌碌 到了中午 当然需要吃上一碗肉香四溢的纯阳汤 纯阳汤可是林幻谷镇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如果来到林幻没喝一碗纯阳汤 就等于你没来 在林幻谷镇 大大小小的纯阳汤店超过了三十家 每天卖出去的纯阳汤接近一万万 这制作纯阳汤的羊肉 就来自当地特别的山羊 在离林幻谷镇不远的一处村庄边上 记者见到了这种山羊 这种浑身雪白的羊是黄淮山羊 成年黄淮山羊的重量只有三十公斤左右 比一般的羊个头要小得多 2018年之前 牧林是当地有名的养猪大户 他看到来运河古镇 体验运河文化游的人越来越多 就想养点特色产品卖给游客 一次偶然的机会 牧林跟朋友却吃了一次羊肉 跟老板聊了起来 羊肉店老板的话启发了牧林 当地市场上黄淮山羊很少 如果它能养出来 做出林幻有名的纯阳汤 应该能吸引游客 但是黄淮山羊个头小 长得慢 农户不愿意养 牧林要怎么赚到钱呢 黄淮山羊主要分布在 河南 安徽和江苏等地 2020年 牧林特意跑到了 河南省沈秋县找羊 当时一般羊的价格 一斤只有十几元 但牧林却以200多元一斤的价格 买了24只黄淮山羊 回到家以后 很多村民看了他花重金买的羊以后 直接给牧林泼了一盆冷水 一个是这个羊 胜长 速度慢 一个是个头销 整体的这个养殖效益 不是太好 谁看了谁说不知 你发发现我家买自己的小羊 干啥 隔壮家来就是 钱不怪钱 你都不要 尽管别人不看好 但牧林却有自己的盘算 随西县水资源丰富 运河和汇河水 浇灌出了大量的玉米等农作物 而黄淮山羊虽然长得慢 但却耐磋似 牧林觉得 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结杆 喂羊 以降低养殖成本 这结杆你本来就给废掉了 但我们弄的时候 它就是没有用烧果的材料 跟以前说 现在流动坛的羊羊 是比较有这个利用价值的 在牧林的精心照料下 五个月后 它的羊开始产小羊羔了 可在看到小羊羔后 牧林惊呆了 当时我们的黄瓜山羊 快要生产的时间 我们和工人都比较激动 就是等准备代产 等它们产生一只以后 发现了五指胶 后来又产一只 发现三只耳朵 牧林后来才知道 畸形胎都是近亲交配导致的 它叫阿蒂利·阿布莱提 是安徽科技学院的讲师 了解到牧林养殖 本地养种的故事后 阿蒂利决定帮牧林 解决近亲交配的问题 它把牧林的黄淮山羊 分成六个加系 在阿蒂利·阿布莱提的帮助下 牧林的羊 养得很顺利 2023年 养殖规模就达到了 三千多只 牧林开始实施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把羊打进纯羊汤市场 传统熬制纯羊汤 需要用铁锅 盛放羊骨头和羊肉 大火熬制 水和油融在一起 形成了乳白色的汤 这样的汤鲜美而不腥 熬制一个半小时后 肉捞出来备用 骨头再熬制两小时 吃的时候 把提前炖好的肉切片 配上粉皮 用熬制的热羊汤一冲 一碗美味的纯羊汤 就做好了 牧林找到了当地 有名的一家纯羊汤店 可一听到羊肉卖价 老板张海龙直接就拒绝了 我说你这羊太贵了 没法卖 都弄不够白 当时那时候这羊肉 他卖十七八二十 他这个羊肉卖到三十万元 可牧林却不着急 提出先不谈钱 先免费送他两只 后来我就讲 这样吧张老板 你也别说这个价格搞不搞了 关键的讲瓶子 我首先给你送两只羊 你在你总店里做个实验 确实味道香 老远一出国时候 都能闻着香味 你吃的时候口感也好 它虽然说紧到 但是它不碎啊不拆 经过试用 仙二征服了张海龙 他决定跟牧林合作 张海龙有十一家店 一天就可以卖出 三千碗纯羊汤 牧林逐渐打开了 当地的纯羊汤市场 还带动了十几户农户 跟着他养殖黄淮山羊 大运河气势磅礴的人工长河 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一二三 加油 在随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当地人不光依靠运河收获财富 迎来丰收 也继承着世代相传的运河精神 作为当代人 要把这种坚固奋斗的精神 继续保留下去 生生不息的奋斗 进取精神 流淌在我们水压人民的血液中 在有这样的运河文化 我感到骄傲 欢迎可敌的朋友 到我们水行县 来 做客 有 ciudad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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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